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开始的知识点 空缺到现在的自信输出 流畅确实在该节目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整个PPT的制作都非常的精美 汇报逻辑条理也很清晰 毫无疑问 流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 对于做PPT包括汇报工作 条理都十分突出 不少观众都把它称之为科研型学霸 十几天来呢 它的进步是最明显的一个人 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 一番出彩表现成功俘获了主任医师董良的芳心 第二个登台的是金明 一上来就出师不利 由于太过于紧张 还忘了拿话筒 台下的老师还刻意提醒他一下 但金明并没有get到老师的意思 导致张建明只能强行打断 这种小错法确实不应该犯 后来在演讲的过程当中 几次突然停顿 表达能力跟刘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深觉得啊 老师在台下有很大的关系 个人感觉呢 还是他的表达能力不行 没有经历过如此大规模的场合 第三位是王蕊 讲述过程毫无亮点可言 真的就是念了一段报告给观众 第四位是谢续超 都说他的表达能力很强 虽然没有刘畅那么出彩 但发挥令人眼前一亮 沟通意识强 只见戴教老师都露出了老父亲般的笑容 面面俱倒 最后还祝福大家十分讨喜 重点是他的汇报当中的有人文关怀 这点非常难能可贵 高尚也是一样 他觉得医生的幸福是任务无声 相伴为尽的简单一句话 引起了全场医生的强烈共鸣 既然小米第六个汇报 为了打破紧张的气氛 还让大家给他加油 知道的以为是演讲汇报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做游戏 气氛烘托得非常好 但是PPT准备的整个逻辑性专业性都很不足 就像周深说的一样 全篇没有任何一句是重点 而且看的时候也很别扭 紧接着就是周深眼中的小天才缝尘 无论是PPT的制作还是介绍病情 都非常优秀 张恰专业上表现的更成熟一些 唯一的槽点就是对PPT不熟悉 中途发生了卡壳 也就是说英文PPT既是亮点也是槽点 所以临场发挥并不是很理想 反而给自己增加了难度 只能用弄巧成拙来形容他的做法 轮到李不言时呢 老人家居然还在门外 一直都在状况外 完全盖得不到他在想什么 走上讲台后现找文件 时间都过去一半了 他才开始演讲 时间掌握的不好 熟悉度又不高 剧情发展到这里时 不少观众都说李不言这次悬了 很有可能是倒数第一 八分钟过去后 李不言才刚讲完第三部分 节目组还特意把李不言 对待病患的暖心场景放了出来 事实上李不言并不是业务能力不行 而是投入太多自己的情感了 导致情绪波动有些大 撒泪现场 虽然李不言的演讲很拉垮 但他是最走心的一个 最后一个是汪伟航上来就直呼 由我来苟尾去掉 看起来就像是脱口秀一样 时不时就蹦出一句成语 感觉就像通了电一样 准备时间是最短的一个 临时被更换了题目 但他完成的汇报很漂亮 颠覆了不少观众对他的认识 总而言之呢 病例汇报考核 十位实习生各有迁修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位实习生的汇报呢